那么弟子归是基础 是善业道是基础 这个大学中荣四书好 都是讲做人基本的道理 在中国一千多年来 使中国人逼读之书 念书人没有不读诗书 但是你也晓得 你读诗书能不能一较奉行 不说别的吧 人语头三分 你能不能做到 学二二十十指 能不能做到 学二十十指 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一门深入 常识训绣 所以他才有不亦悦火 那个悦是发喜 我们佛门讲说悟处 他有悟处 发喜充满 又捧自远方来 那你是学有成就 你的道德学问有成就 有很多人慕名来访问你 来向你学习 彭是学生 向你请教的 不亦落伙 后面这条难 人不知而不愿 不亦争责 这条难 你一道德学问成就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你也不难过 也不后悔 一天到晚 还是自在其乐 这个难 这个不容易 谁能不能做到 大学的三纲 把目 那三纲不得了啊 明明得 清明 治愈之善 这个三纲啊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发生的 薄弱 现实 这是宗纲 从哪里学习呢 从知止 知止 是定的 知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放下了 从放下 下手啊 所以他讲的是 各无治之 那物是说 物是欲望 物欲 那 哥 哥是哥斗 不是跟别人斗 是跟自己 跟自己烦恼吸气斗 要把自己烦恼吸气放下 然后你才能够治之 你看看 跟佛法讲的 佛法四红十愿 烦恼无尽十愿断 那一条就是 歌舞 法门无量 十愿许恶 就是知止 这五跟佛讲的是一样啊 应该怎么做法了 所以今天 读这些书 还是无从下手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我们基础教育 没学好 基础教育 第一次归 所以我们今天是多少年来的观察 发现我们的病根 所以要求同学们 补习 应当是小时候学的 小时候没学吗 现在补习 我补啊 一定要在一年年当中把它完成 往后 那就一帆风顺 无论说儒 无论说福 没有个成就 所以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这位是香港同学 他问的有两个问题 他说 我学佛八年了 每天念经 以为有用 直到今年四月 他听你讲法之后 原来是本念 因为不明讲什么 现在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毛山盗死 在自己家里 诗咒语 咒起 诗鬼 附在身上 习人精气 坏人身体 念药死经咒 是否可以解除咒语 还是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除 我刚才说到 刚才已经说过 你遇到任何困难 所有方法都失效了 今中也没有办法了 那一句阿弥陀佛 肯定就效了 你相不相信 把这个话是 灌顶法司说的 所以一定要相信 你相信肯定就有效 你不相信就没效 这什么道理呢 佛在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相生 你想他有效 就有效 你想他没有效 念佛也没有效 但是 所有一切法的功力 一般人家功力 都比不上阿弥陀佛 你看 世尊在无量寿经 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世家对他的赞叹 代表所有一切祝福如来 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那我们要有信心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一家人同时有某一种病 是否共业 怎样消除共业 怎样罚愿 请开始 这个现象呢 实相共业 业障 最重要的是 真诚的忏悔 断悟修宣 决定 可以好转 所有业切的业障 都是自己过去身中 跟这一身当中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行为所造成 特别是跟众生结的缘仇 我没有跟人结缘仇 你有没有跟出生结缘仇 至于真正法院 最好全家法院 从今天起所使 不再吃众生肉了 这个力量的时候 在一般讲 自古至今 效果都非常明显 我从今之后明白了 不再跟众生结缘仇 积极的做法 我每天修极功德 给这一些缘仇寨仇 我吃的这些人 都缘仇寨仇 回向给他 帮助他们 念佛求生进度 那么在有能力的时候 放生 爱护一切众生 不再伤害一切众生 这个念头 真正有行为 去做 许多这个缘仇寨仇 都可以来化解 这一位是广州的苏同修 这一位是广州的苏同修 是广州的苏同修 是广州的苏同修